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坐在身邊有Wyman Wyman你好 Debbie你好 請Wyman上來講美股相關的投資概念 例如有四個英文字 最近香港媒體曝光率都很高 沒錯 SPAC 我想大家都會經常聽到一些相關的投資概念 又或者在美國那邊這個熱潮有多誇張 不過我想不是太多人知道 究竟他們投資這個概念是在投資什麼 所以今天就請Wyman來跟我們講一下 究竟這個概念是怎樣 以及如果真的要投資的話 會涉及一些什麼的風險 好嗎 好 Wyman我們都知道SPAC這個字 最近經常都很多人說 特別是我們香港或者亞洲區 很多的名人效應下 令到更多資金是追逐 所謂SPAC我想有很多人聽過 特殊項目的一些收購公司 即是空白支票公司 本身這間公司是沒有業務的 上市就是為了拿錢來買東西 是嗎 是的 沒錯 這個概念其實不是這一兩年才熱的 即是很多年前的美國已經開始了 是的 沒錯 基本SPAC這件事 基本上都不是這一兩年出現的 好像Debbie所說 基本上都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 當然之前我們就看到市場沒有那麼刺激 也都看不到市場對SPAC有一個很關注的程度 但最近這兩年見到 無論是SPAC上市公司的數目 或者是集資金額 或者說收購項目方面的大小 其實都看到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舉例今年來說 其實SPAC上市的數目已經接近有300間了 超過去年 是的 沒錯 也都看到集資金額接近是1000億的美金 這個數字也是等於去年的總和還要多 所以這個都反映之後的市場 其實都很似於SPAC這個概念裡面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投資板塊上面 但剛才你講過了 SPAC我想都要留意了 基本上大家講它是一個空白的支票公司 其實原因就是 剛才Debbie所說的一樣 基本上它上市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資產 什麼都沒有 除了現金之外 只是現金而已 而上市的目的也只有一個 基本上就是買其他一些未上市的公司 所以我想對於投資者來說 都要了解當中的一些運作 當中的一些背景 甚至當中一些潛在的風險 是的 灣威我想問你一件事 就是剛才提到SPAC 上市公司的數目和金額很誇張 特別我想今年年初也有很多人 去年全年的數目 如果只是單計美國 集資金額是超過940億這個數字 有此以來的新高水平 亞洲區其實也是誇張 可以稍後慢慢再跟大家說 其實有沒有歸納下 究竟為何最近一兩年特別火爆 有些人說量化寬鬆政策 市場多錢 容易炒起 有些人說中美角力 有很多公司很難去美國上市 於是用了這麼簡單的機制 就可以有機會轉個彎 在美國容易排隊上市集到錢 然後透過獨國手這個概念去不停賺錢 你有沒有歸納到 為何過去一年特別誇張 我想很難說真的有什麼很特別的原因 我想投資市場刺激 一定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其次就說有部分的規模 基本上也有一個很大的升幅出現了 所以都吸引了投資者的目光 因為事實上 規模在一個很短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是幾個月之內 升了一倍、兩倍 甚至誇張一點的 升了六倍的都有 所以都令到投資者覺得 這個突然間是一個很奇特 或者一個很吸引的一個投資工具 過去未聽過或者過去未見過 突然間也吸引了很多投資者的目光 當然我想今年其實奇怪的事情 在投資市場都不少 特別多 你說之前追擊這個股東機構 基本上我想可能幾十年的投資經驗的人 都沒有聽過 一散會的力量很誇張 又說虛擬貨幣 也都比特幣有一個大幅上升的情況 所以我想SPEC這個大幅炒作 其實都有相近次的情況 就是投資者我想有些一窩蜂 亦都被一些高回報的例子吸引了 所以都很多資金湧進去